你問我答 睡睡平安 歡迎收聽 搖寧缸時間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你問我答 昨天呢 上一年度的報稅大部分都結束了 除了有些朋友來不及做的 做了一個延期以外 那麼大部分朋友們呢 大概已經都做完了 所以中了一口氣 今天呢 我們沒有聽眾朋友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談一點點在報稅的時候碰到的一些 普遍可能碰得到的問題 大家在考慮到下一年報稅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做好一些 首先做一些措施來 使得下一年呢 可能會在稅上更有利一點 我們今天要講的呢 是跟小孩子daycare有關的一個稅上的好處 那麼大家知道 我們如果爸爸媽媽要工作 那麼小孩子呢 不能在 十上歲以下的孩子不能單獨在家 所以呢 需要daycare 這個費用呢 等於說是我們工作掙錢是必須要的開支 所以呢 在稅上可以有credit 那以前呢 一直有 那麼今年 就去年 就2021年開始呢 也有了改變 那麼優惠呢 就更大了 主要表現在那個量 過去一個孩子有3000可以比稅 那麼 現在呢 有8000可以 然後 那量也不一樣的 比例也不一樣的 現在的話 如果你的孩子 你的收入是在12萬5下的話呢 你可以拿到的credit是50% 也就是說去年 今年大概可能也會調整一點數字 基本上打通小益 可能會多一點更 那麼這個8000塊錢你付出去的daycare呢 其中50%是credit 也就是說 你可以拿4000塊錢的 tax credit 可以抵掉你4000塊錢的稅 不是你的收入 也就是說你如果報稅 要報 比如說要3萬塊錢的稅要交出去 那個 因為有這個4000塊錢 你只要交2萬6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一個 benefit 那麼呢 另外呢 在公司也可以預扣這個稅 這個呢 又有點不一樣 過去是5000塊錢公司可以幫你扣下來 不用交稅 然後現在呢 變成10500塊 算了一百多 當然也是個好事 但是呢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跟大家講一下的話 肯定大家注意一下兩個不一樣的做法 如果你用的公司的 那麼呢 對不起 你只是從你的公司裡扣除 不用交稅 這當然是個很好的事情 如果您收入比較高 那你的稅率很高的時候 這很好 尤其是只有一個孩子的時候 一個孩子 人家只能有8000塊錢可以拿credit 你的話可以用到10500塊 這是很不錯 但是 如果說你的收入不是很高 那麼你的稅率 比如說你的稅率只有15%的時候 這就不合適了 15%的1萬的話 那也就是1500塊 可是如果你是自己去交的 那麼好了 如果你交的是8000 那就是你有4000塊錢可以抵稅 就是可以省稅 它那個的話 這都也就1500了 所以呢 兩個不一定就是說 用那個公司的更合適一點 最高收入的 那麼可能用公司的做法 最高收入 或者孩子少 只有一個孩子的話 那麼可能是比較滑得來 比如說 你是30%的稅率 那就可以有3000 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你收入高的話 你拿到的比例 不是50% 可能就是 那麼的比例就低下來 低下來的話 那麼你拿不到3000的話 用這個辦法比較好 所以大家呢 在今年做的時候呢 要處理這個問題呢 要知道自己的情況以後 選用哪一種 如果你覺得不合適的話 寧可自己去交 不要通過公司預扣的辦法 因為很多朋友以為公司預扣一定是更滑得來 但是不一定要看你自己的具體情況 好的 我們今天呢 就把這個事情在這個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下個禮拜二 再見